宋恩的弟弟 是第二代 有这样好的乐团 在我们中间 跟我们一起来 真的是生命的载路 他都陪伴我们 我们更要想起 我们的上天 我们的父神 就是一个会陪伴我们的 不管是欢乐 不管是悲愁 相信祂是陪伴我们的 我们一起来祷告 让我们父神我们感谢的恩典 我们只有天天抱着感谢的心 祝我们不能没有你 我们知道 当你在我们身上 起作用的时候 我们整个人真的是充实 又向前 祝你不嫌弃我们 在过去的日子里面 祝你陪伴我们走过高山低谷 但是我们知道 在中间真的是 有你携手相伴 或者我们真的是 不知道怎么样走 我们也许走偏的路 我们也许走差的路 但是 我们仍然走在你的里面 祝我们真的是 要大大的感谢你 特别是今天 你又带预我们 来到你的殿堂 我们一起敬拜赞美你 祝在这里 我们真的就是要 大大的领受 从你那里来的福分 你的恩允 你的恩典 你的恩典 真的是像飞翔的鸟儿 就在我们身上降落 我们就要大大的来彰显 祝我们在彰显之前 这个胃显实在是不能没有 当我们知道 我们几多弟兄姊妹 常常会有病痛 常常会有 不知道的难过的时候 祝我们也真的是 但是要对他带导 他自己也不要放弃 因为他要知道 上帝是我们的陪伴 我们的遮盖 他的圣手 必然医治我们身上的 所有的毛病 即便是不知道的 在他的掌握之中 我们一定也能够 得到你的保守 祝今天是 玉山神学院 培养你工人的一个圣验的地方 祂们的纪念祖日 祝我们纪念祂们 所做的 所用的 心 我们真的是 要大大的来彰显你 今天 我们在这里的聚会 我们要恭敬的交通给你 让来到的 真的是 安心静听 没有来到的 祂的脚步也 轻省的能够来到这里 我们在这里 一起在会 开会之前 礼拜之前 我们的祷告 请你悦纳 请你带领 请你的圣名降临 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就来 领受你的恩典 我们这样祈求感谢 奉主耶稣的圣名求 阿们 我们一起来念 两段圣经 圣经有点长 前面我来念 后面请大家 一起念的时候 我们再讲 再来一段圣经 一部分的圣经 是 记载在列王记下 二章一 一节 一节到九节 一节是这样说的 越和华要用旋风 接以利亚伸天的时候 以利亚跟以利沙 他从即将前往 谢谢 以利亚对以利沙说 越和华猜我往伯特利去 你可以在这里等候 以利沙说 我只得永生的 約和华 你敢在 又敢在你面前起誓 我必不离去你 于是 让人下到 伯特利去 第三节 往伯特利的先知 自门徒出来见以利沙 对他说 越和华 今日要接你的师父 离开你 你知道不知道 他说 我知道 你们不要做生 以利亚对以利沙说 越和华猜浅我往伯特利去 你可以在这里等候 以利沙说 我只得永生的 耶和华 又敢在你面前起誓 我必不离开你 于是 仰人到了耶利哥 往耶利哥的先知 驻耶利哥的先知 门徒 就近以利沙 对他说 越和华 今日要接你的师父 离开你 你知道不知道 他说 我知道 你们不要做生 以利亚对以利沙 以利沙说 越和华猜浅我 往耶诞而去 你可以在这里等候 以利沙说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 又敢在你面前起誓 我必不离开你 于是两人一同前往 有先知 门徒去了五十人 远远地站在他们对面 两人在耶藏河边站住 以利亚将自己的外衣捡起来 用于把水 水就左右分开 两人走干地而过 过去之后 以利沙对 以利亚对以利亚 以利沙说 我未曾被街区离开你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只管求我 以利沙说 愿感动你的灵 加倍感动我 我们一起来念最后这一句 以利沙说 愿感动你的灵 加倍感动我 第二处的圣经是在 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八节 有什么简单 我们一起来念 亲信的人有福乐 因为他们亦得见神 再念一遍 亲信的人有福乐 因为他们亦得见神 我相信这一句话 是在回应刚才那一段圣经的 最后一句话 我相信今天也是我们 传道带来我们的 讲到的题目里面 很清楚明了的告诉我们 追求蜀灵的心 追求蜀灵是因为我们一起